入屋一眼看完的開放式單位 在電視上是否一個好選擇 角樓啦 而且設計不錯 下面就飯店啦 213呎的龍壁 作為一個例子 現價最便宜396萬 有齊所有裝修 如果出租13000元 赤租大概是59元 用租金除回買入價 大概有3.9厘的回報 看上去雖然高 但是扣回地租差養管理費 靜租金回報是10萬5千元 再除回總價 靜租金回報是2.6% 如果不投資而選擇自住的話 可以利用一個高成數按揭的足九成 以現時的息口去計算 月供就17273元 計算過管理費 每個月大概要貼5000元左右 你就擁有自己的家 如果息率降回以前的水平 即是2.15% 租金就等於公款 有時買的人就會多了 納米樓最盛行的時代 是高成數按揭支持 樓價由03年開始升 樓越賣越貴 發展商為求出貨 而將單位越起越小 最重要市場上有一群投資者 炒過納米樓 賺過錢走 本土研究社曾經研究 由2010年到2020年 持有納米樓的投資者 前貨3年一轉手 有超過百萬的利益 因為這是投資價值 造成了近年 納米樓發男席 直至2019年 香港政府旁觀了高成數按揭 可以申請最高九成按揭貸款的樓價上限 以前香噴噴的投資項目 立即變成頂心茶 納米樓的升助空間其實很有限 如果你不是為了貨幣去買 都是賣大一點 最起碼買回一間一房 到時的轉賣能力或自用的可能性會更高 如果實在不行 你可以買遠一點的地方 或者賺多一年錢再買大一點都可以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是路易斯王 我們下期見